半熟恋人二男二表现绝情 女二还在强求爱情 互相救赎可能不大 爱一个人是真的会让人自卑 在半熟恋人二中二号女主张宝儿 就是因为对二号女主孟昭博的爱而自卑到了极点 张宝儿这个女二号和孟昭博这个男二号 在半熟恋人二中很快就被圈粉了 两个人一开始就聊得热火朝天 甚至还开玩笑说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是在看自己一样 在以往的爱情类综艺中 很少有孟昭博和张宝儿能这么快就走到一起的 虽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两个人的感情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但是两个人之间的熟悉和熟悉 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张宝儿与孟昭博在节目刚一开场 就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 所谓欲速则不达 过了头可不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发现孟昭博和张宝儿之间的关系 已经到了高开低走的地步 现在已经是第八期了 半熟小屋的嘉宾们进行了一场坦诚相待 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最喜欢 的人面前挑选一个关键字 然后将心中的想法告诉对方 张宝儿与孟昭博的对话 让两人发现了更多的问题 孟昭博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的过往 并表达了自己希望有个避风港的愿望 而且他觉得张宝儿的情况和自己很像 不可能是自己的庇护所 而且他还说和张宝儿在一起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 很不舒服很讨厌 只要稍微有点脑子的人 就能听出孟昭博话语中的拒绝之意 根本就没想过要跟张宝儿进一步发展 当张宝儿向孟昭博坦白自己的过往时 他的反应就证明了自己病 不想再和张宝儿有任何瓜葛 张宝儿也说过他的身世很痛苦 从小到大他都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关案 所以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让他有安全感的人 说着说着他就哭了起来眼睛里满是泪水 孟昭博也是够狠的 连站起来帮张宝儿擦眼泪的动作都没有 自始至终张宝儿都是唯一一个 坚持要跟孟昭博在一起的人 如果孟昭博当真是关心张宝儿 他怎么可能任由他独自哭泣 孟昭博能够做到这一步 无非就是因为两点 一点他对张宝儿并没有太多的感情 张宝儿的喜怒哀乐 根本就无法对他造成太大的影响 第二他觉得自己和张宝儿 已经没有了发展的可能 他也不想给张宝儿任何的希望 所以他的冷淡 对张宝儿来说也是一种帮助 孟昭博显然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痴迷于张宝儿了 反而是一副很清楚的样子 唯独张宝儿还在坚持着自己的感情 他更是当着孟昭博的面说 自己从未像现在这般 如此的喜欢过谁 孟昭博听到这句话 心中却没有太多的波澜 他的心情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孟昭博需要一个逼分岗的妻子 而张宝儿则需要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妻子 但现在两人都没有这个实力 想要走到一起 唯一的办法就是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 但这对两人来说 无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两个人很难互相帮助 在过去的日子里 两个人都没有用自己的力量来治愈自己 更别说是互相帮助了 孟昭博跟张宝儿想要在综艺节目 中牵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不过两人在综艺节目中 认识到了对方的不足之处 也算是不需此行了